好,當我們點這個,做一個預覽的時候 那我們發現播放都符合我們所要的 那我們就可以來做一件事情了 投影片,然後鏈存新檔 作品的地方 比如說我上次存了,我這次改成02好了 這個叫做專案檔,儲存 專案檔的目的在哪裡 下一次我想要做編修的時候 可以把它叫出來繼續做編修 但是呢,如果我們最後的成品的話呢 就要用匯出的喔 匯出就是匯出去以後不能再修改了 好,按匯出 那動作跟剛剛一樣 指定的位置,我們在作品的地方 一樣我這邊取02 因為他為什麼這麼聰明知道02呢 因為我們剛剛在專案檔的時候 是取什麼02 好,按什麼儲存 一樣的道理 看家裡的辨識機啦 好,按確定 好,按4 他一樣開始轉檔 那這邊的轉檔的速度要等很久 我們就不等待了 好